大家好,我是Maya奶爸 今天呢,我会分享给你们要怎么保存好你们的最爱的威士忌 就是你们收藏的一些威士忌 首先呢,威士忌就是要沾着放 千万不要倒着放,跟红酒一样 为什么呢?因为红酒它的酒精浓度比较低 所以它跟软木筛碰着,它会把那个软木筛保持比较保湿一点 这样子才不会干掉,反而裂开 可是威士忌的酒精浓度是比较高的 所以如果你一直倒着放 软木筛泡在酒精浓度高的威士忌 软木筛反而会烂掉 然后这样子更惨 第二个就是我们通常是想避免空气进去威士忌 或跟这个软木筛碰在一起 这样子,比如说这个摆布我大概五年就是没有喝就放着 可是我开始要喝的时候一开就 软木筛就断掉了 反而因为软木筛放在瓶子上的时候 还是会有空气进去这个小空间 反而会干掉这个部分 然后造成软木筛会断掉跟这个样子 这样子发生就很麻烦 那要怎么避免或是最好是不会让这个发生 第一个方法就是用这个叫Parafilm 这个你可以在网路买 大概在Shopee很便宜 就是一卷大概才九十几块吧 然后加运费就一百多而已 Parafilm的好处它就是会避免空气接触到软木筛 所以比如说这个麦卡仑我是想把它保存久一点 那给你们看怎么用这个Parafilm 就是一打开它就是这个可以 可以它比较Flexible一点 就是可以让它包那个上面的这层 所以通常就是要这样子用 然后慢慢拉 拉拉拉拉 然后让它卷 慢慢拉慢慢卷 就是好像那个Tennis就是网路的棒子 就是慢慢这样把它包好包紧 好 这样就好了 你的这个酒就 它会避免把空气进去 然后你的软木筛会比较好一点 那我也是有听过一些朋友说 威士忌就是要偶尔这样倒这样倒 然后才会把那个软木筛弄保湿一点 可是其实因为 威士忌的酒精浓度比较高 所以它会有发酵的一些空气 所以会把软木筛保湿 所以真的不需要倒着放 你就放一个Parafilm这样子保存好你的比较贵的威士忌 然后可能很久不会喝的就好了 好那第三个方法教你们就是 如果打开了威士忌 通常只剩三分之一 就是one third 他们说威士忌还是会坏掉 就是如果你放太久 它的味道会变化 如果跟空气接触很久 我是会用这个好像红酒的这种瓶筛 它可以抽那个气 所以很棒 所以反而会让你的酒保存久一点 如果你不想那么快喝完 所以这次呢就是大概也是一样 在虾皮买很便宜 就是可以抽气的那个酒瓶筛 对这个酒瓶筛 会让你可以慢慢的享受你的威士忌 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方法 然后最后的分享就是 你每次喝完一个威士忌 你可以保留这个软木筛 因为你保留 如果万一有这种裂开 你可以找别的来盖着 就看看哪一个比较好 这样 好 那第一 最后的 的 的 advise 就是说 最好放 你们放的威士忌 地方就是比较 不会太热 然后没有太阳的 好 那这个是我 的建议给你们 就是怎么保存好你们的威士忌 第一个就是一定 要用 parafilm去把 上面这边把它盖住 这样子 希望那个 你的软木筛不会坏掉 然后第二个是要站着放 然后不要放在太阳 正太阳 因为它的 会太热 它就会 可能 就会发酵 然后第三个 喝完 有开过的瓶子 就是要用这种抽瓶器的 塞 这样子 你的威士忌可以慢慢的享受 好 谢谢大家 请帮我按个赞 跟subscribe 我的channel 谢谢 拜拜